这盘兰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这盘兰花在6月5号的时候 发生了那个软腑病 然后我就把它切除掉 切除掉撒了这个多菌年的粉 现在多菌年的粉还在 一直到6月21号的时候 我拍了一个视频 刚刚蒙出一个新的芽头 新的芽点 6月21号到现在又是一个月时间 那么接着7月24号了 又是一个月时间 那么这些芽点都长出来了 长成了新芽 虽然说这个新芽不够壮 因为这个母苗本身也不是那个很好 比较老了 新芽不够壮 但是呢通过这一次的实验呢 证明了用这种方法治疗 软腑病是有效果的 今天呢我把这本兰花拿出来 干什么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看一下它的根 因为当时软腑 软腑病得到以后呢 这个根肯定也受影响了 我呢是没有换盆 当时是没有换盆 一直没有换盆的 6月5号开始 到7月10号的时候 浇过一次水 40多天的时候浇过一次水 然后呢 7月10号到现在一直 我放置的地方是淋不到雨的 没有雨水的 中间就浇过这么一次水 7月10号 今天我就把这个根 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苗 当然了 我这里倒根呢 是为了跟兰友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 它的这个生长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的兰花是这样的话 没有必要的话 就不用去倒根 不要去倒棚看根了 没有这个必要的 现在呢 这个地方生了一条新根出来 有新的水晶头 英文 现在是6月5号到7月10号呢 它有一个36天的时间 没有浇水 有可能要受了一点干旱的影响 受了点干旱影响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以前在文章中讲过的 受干旱影响以后 兰猪所需要的水分 会从这个肉质根里面拔 那么这个肉质根呢 就慢慢的变得有一点空了 现在是空了两条根 这里一条 这里一条 空了两条根 其他那都还好 都是比较硬实的 其他都还好 这两条根呢 有点空掉了 所以这个兰花呢 是现在呢 应该是需要浇水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如果以后遇见那个阮斧病的话 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的 是可以救治的 是可以救治的 这个兰花呢 然后就要相信 我们可以救治的 这种方法是可以救治的